欢迎去锁定十点不一样 我是秦林谦 根据日本经济新闻报导 指称疑似有高达九成的台湾军官 退役后前往对岸贩售情报 甚至军方高层都被万省人垄断 而特服会主委冯世宽被问到 此事大爆粗口 虽是敏感话题 但在冯世宽眼里 国军忠诚度不容质疑 尤其这句更让他一听就来气 镜头前动怒 一切都是这篇日本经济新闻报导 直指台湾军官以外省人居多 历届国防部长也几乎被外省人垄断 特别是这段引述匿名人士说法的内容 举出有九成的高级军官 退役后都去了大陆 将军队提供情报来赚钱 成为常态化 我昨天晚上都没有睡好 为了这个事情 我们国军将领 怎么会连日本人都来侮辱我们呢 所以我回了一句很不好听的话 我说放他 非常不好听的话 为什么表示我内心愤恨 不满国军被收入 抹红成共谍 冯世宽更大呛 我想他们之间也有匪调吧 以我的个性 我把他抓来枪毙 你当国际的记者 你也不去查证就报道吗 原来的文章的话 这个部分不太明显 我觉得原来的写法 模糊 都清楚 就是我觉得 日文的那个模糊的部分 日文专家指出 文章内说的 九成退役军官 附录麦情报 前后文写法不清 容易导致 乐听人被刻意诱导 因非指 所有军官都涉及 麦情报 不过致电日本经济新闻 并未获得回应 大鹏主委 二日早上十点 愤怒发话 外交部在 三个半小时后 严正回应 外交部已要求 驻日本代表处 就该报未经详细查证 所做的报道 表示高度遗憾 并要求该报 郑重澄清 通平日本经济新闻 引用不明消息来源 外交部强调 政府立场整体一贯 并肯定国防部的新闻稿 而国军早在第一时间 三月一日的深夜快十一点 反驳日媒 相关的报道 凭空杜撰 没有经过查证 就以耸动标题 污蔑国军官兵气节 分化部队团结 图令轻痛愁快 我想问一下的是 蔡总统的态度 你是国军的靠山 你最支持国军 号称 直去台上批评总统 因为总统府一直到了 二日傍晚五点多 才表达高度遗憾 批评为查证不平衡的报道 对凤公说法的信业 汉推移国军不拱平 而日经作为日本五大报之一 这次刊登名为 不为人知的面孔的 台湾系列报道 连续三天的新闻 从质疑国军终成度到年轻人确战 以及质疑台上未生存 不想大战 应该透露的意思 就是质疑台湾人不想战 不过此时 立委临时提案 要调查退出役军事官名单 绝对不相信 九成的退役 自愿役的退役军人 会出卖国家 不可能 但一定有少数的害群资马 提案的是 刘世芳要清查过去五年 退出役军事官名单 有没有违法触犯 国防机密情报 外泄等情势 引以加强方式等 因应指导 律委更集体联署 强调是针对 已判刑定验者 答应你们 我们退五位来做这件事情 捍卫国家和退役军官的尊严 冯事官强硬态度很鲜明 TVBS 新闻 红富华 郭展玉 刘婷婷 他被报道 高雄市凤山区部分里长 今年二月跟北京 举行线上元宵活动 被台湾激进党批评 是新形态统战 跟我们在北京的朋友们 一起来喜庆元宵 隔着一幕分享喜悦 上个月这场 在高雄举办的元宵活动 与大陆北京连线 出席的包括对岸统战官员 但如今却发现 有我国退休高级警官 出现在里面 正在台上右手边 上个月以艺术家身份 出席这场盛会 他就是前警政署副署长 蔡俊章 前警政署高官蔡俊章 他用艺术家的身份 来进行所谓的线上的交流 他非常聪明 因为这个方式 其实就是巧妙的 回避了良人民关系条例当中 对于这种相关的政府高官 禁止参与统战活动的规定 毕竟蔡俊章 身为退休高级警官 与对岸视讯 又特别回避 敏感身份遭质疑 但根据良爱人民关系条例 退休三年的公务员 就算他到对岸去 也不违反规定 个别说他已退休六年 活动地点也在高雄而已 倒是上个月底 率团赴入参访的 高雄里长团 接受对岸招待 还与国台办主任宋涛见面 这些行程 陆委会都没收到 事前报备 只是两岸局势 不若以往 离仗访团 与法 却难管 因为涉及两岸的一个问题 可能也要跟陆委会 来了解一下 相关的一个状况 部长很忙 因应统战 上至国防 下至离仗 体育别圈 李维登 董昂军 臺北不倒 国际焦点来关注俄乌战争 乌克兰虽然打算随时从巴赫姆特撤退了 不过前方乌军斗志高昂 仍然高喊死守到底 不过俄军采取人海包为战术 情况对乌克兰越来越不利 远远不绝的炮火声 你的士兵和记者都得拔腿狂奔 巴赫姆特战况焦灼 不断有伤兵被送来野战医院做手术治疗 这名伤兵尽管满脸是伤 心中仍挂念战场上的同僚 我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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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克兰方面一度传出 打算战术性撤退 巴赫姆特 但前线的士兵仍然表示 日会死守到底 他在 我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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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任主导巴赫姆特战局的瓦格纳领袖普里格金 越来越长对外发表意见 他说乌军投入新的后备部队到巴赫姆特 导致死伤不断增加 因此还会需要更多弹药补给 美国薪资曾评估 瓦格纳找来的穷犯兵死伤率高达80% 只是瓦格纳坚决否认 还说这些囚犯兵其实充满感激 乌克兰媒体曝光巴赫姆特在战前的美景 这里曾种植上万朵的玫瑰花 还能细水游泳 如今却被彻底摧毁 根据报道当地只剩下一处物资供给站 由于通讯中断 居民甚至得回归传统 用手写讯息张贴寻亲启示 不止巴赫姆特 无国警方也在另一处小镇苦劝 民众撤离 主要是担心影响学童安危 一名十四岁少女早已没了笑容 尔松也还不平静 原本的机场至今仍维持在残破样貌 乌克兰得同时应付东部和南部的俄军 只要炮弹一天不停 重建之日就遥遥无奇 原新闻综合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证实 不少俄罗斯情报员在作战当中丧命 那么俄罗斯的损伤也很惨重 这场乌尔战争在台面下 还有双方的特务藏在暗处 普京一脸笑咪咪 远距主持莫斯科地下铁大环线的通车仪式 对平民老百姓很亲切 但是对政府养的特务大军 普京板起脸说重话 终于承认在对乌克兰作战中 有不少俄罗斯特务丧命 这对本身也是特务出身的普京来说 无疑是最大迟路 尤其是这两天一连好几起不明的无人机攻击 更凸显了俄罗斯的情报网漏洞 回顾近半年 俄罗斯的情搜网频频被突破 最严重的莫过于这一期 去年十月 连接克里米亚和俄罗斯的克斥大桥 油罐车在桥上引爆 直接把象征俄罗斯主控权的大桥给炸断 烧的俄罗斯是颜面无光 再往前回顾 去年八月 普京军师杜金的女儿 坐车被烧成一团火球 杜金纳被炸死 这让俄罗斯极端派气得扬言干脆核战一了百了 而在去年十二月 俄罗斯的恩格斯空军基地 一个月内连两次被无人机袭击 价格低廉的无人机 炸了造价数千万美元的轰炸机 现在又有无人机连环炸 普京急得要情报人员绷紧神经 但是俄罗斯的麻烦恐怕不止于此 在前线巴赫姆特抢着腰功的 不是正规军员 而是功高震主的瓦格纳佣兵 就是吃定俄罗斯得靠瓦格纳打这场仗 瓦格纳头子普里格金 作风是越来越高调 合体爱国网红说要展现男子气概 到处打广告招兵买马 还把主意动到了才十年级的 国中学生们身上 进学校招兵 普里格金还杠上了俄罗斯国防部长 萧伊谷呛他的女婿不够man 要他把人交出来魔鬼集训 偏偏这种时候还传出了有正规军员 不满长官太无能 一撞告上普钦 俄罗斯前线乱糟糟 但是外交上能出现神队友吗 白鲁斯总统卢卡申科出访北京进行国事访问 和习近平的双边会议 看似是领袖对领袖的对等关系 但恐怕是中国老大哥在对小弟摸头 中国拉拢白俄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到乌斯别克释放出友好讯号 美中俄似乎互挖对方墙角 暗中过招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共军持续扰台这两天就有多达33艘的基建 进入台海周边活动 详细永达记者彭慧云 先来观察到是两岸的军型动态 因为根据我国国防部的统计 从3月1号的早上6点到3月2号 也就是今天早上6点为止 已经侦查到的是有29架次的共机侵扰 那么这当中呢 有包含17架次的歼14架次的歼16战机 那么又尤其在歼10战机的部分 可以看到2月28号是出动了19架 那么3月1号又是出动了17架 都是看到单一机种的大举出动 而且呢 航线几乎都是一致的 包含从广东 然后再接触到的是福建外海 接触到了我国的防空识别区之后 再往西飞离 这个航线几乎都是如出一车的 不过就有专家问了 如果是大量的出海 却没有侵扰海峡中线 这样的行为在过去 确实可以说是很罕见的 那么现在要观察的就是 是不是和美军P-8A的军机 通过台湾海峡之后的敌情变化有关 这个还有待留意 那么我国国防部是指出说 这些共击的动态 他们全程都是严密监控的 而美国批准对台军售F-16 空射飞弹 让我国的空防战力再度升级 而事实上F-16是全球最畅销的机种 甚至连美国空军本身都相当爱用 预计服役到2040年 跟美军未来的第六代战机高低搭配 国军最强主力F-16V 战力又将如虎添翼 国防部表示美方同意军售 AGM-88B高速反辐射飞弹 以及AIM-120C中程空对空飞弹 金额6亿1900万美元 根据研判AIM-120C的射程 将从120公里提升到160公里 台海防卫纵深又将迈进一步 F-16是现在世界上现役数量最多 性能最全面的战机 重点是它的性能还可以不断优化 以国军最新采购的F-16V为例 与1970年代问世的面貌早已截然不同 几乎可以说是全新的战机 而且它担负的任务也更加多元 F-16能够对空对地对海打击 F-16V甚至还具备第五代战机的航电系统 优异性能让土耳其朝思暮想 乌克兰更是望穿秋水 毕竟这样的高CP值战力 放眼全球还真的少有替代品 那里面的电装各方面的 你需要什么样的武器 安装不同的各式各样的东西 那经过整个的整理 然后upgrade 在结构上面做一些补强 再加强 它又可以奋战一定的飞行时间 所以航电也提升到现在的这些标准 实际上没有新旧的问题 以美国空军而言 在2030年以前的四大主力 就是F-22 F-35 F-15EX 以及F-16 其中F-16就是用途最广泛的战马型机种 性能优异 操作成本低廉 美军也表示 目前不考虑开发 替代型机种 那当然以F-16V来讲 其实真的是已经 它是标准的已经到4.5代战机 它真的大概就是除了逆终功能 就是我们讲完整的逆终功能以外 其他大概都跟第五代战机算是在同一个水准之上 面对未来空战形态 美军也在研发更高阶的机种 与F-16、F-15EX进行高低配 这项计划称为次世代空优战机 简称NGAD 也就是外界俗称的第六代战机 准备淘汰现役最强的F-22 第六代战机它可能会更去朝向走 这种所谓的飞行翼 类飞行翼的构型 也就是说它尽量让机翼的这个机翼 跟机身完全融合在一起 减少它的雷达反射截面机 让这个飞机本身在被探测性上能够更低 然后强化它的这个通讯系统 然后以及呢 让它能够在网络中心作战上 扮演更重要的这个位置 我觉得可能第六代战机未来可能这几个方向 可以确定的是 第六代战机将具备更强大的逆终能力 网状化作战能力 以及搭配无人机协同攻击 未来的空战可能连对手 都没看见 就已决定胜败 用人工智慧快速处理 解析多种感染系的数据 建立完整的档态势 并且将这个态势的情报呢 快速传递给每个需要单位 协助飞行员以及相关作战人员呢 能够快速的决策 这样在作战上反应就会比一般的战机会更为快速 第二个是忠诚了解配合 那所谓忠诚了解概念呢 不是指人类驾驶战机 而是由人工智能控制的自主无人机群 因为空战是一个360度的球形作战范围 那现有的无人机的这种远端遥控的方式呢 是没办法进行空战的 而无人机有了这个AI人工智慧之后呢 就能够自主来进行这个无人机的空战 那比现在的这个威力就强了非常非常的多 未来战争形态不只是比拳头大 更考验谁看得更细 听得更远 决战于千里 杀人于无形 TVBS新闻李伟华顾上军 台北报导 再来看大陆海军最新招募 影片当中疑似出现了一架 还没有正式公开的歼35逆宗战机 这款战机未来可能搭配歼15 成为福建航空母舰的主力 另外菲律宾同意 再提供四个基地让美军进驻 地点可能是靠近台湾的 旅宋岛北部 大陆解放军最新宣传片 顶级拍摄招募海军舰载机飞观 我青春的价值到底在哪里 在哪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定要实现 加湖海战的历史悲剧 绝不能出演 夸张又煽情的台词特效 前后四分钟 两艘解放军航空母舰 辽宁山东舰都入境 连最新福建舰也以动画客串 不过最大亮点在这边 画面正中央模糊身影 这架战机疑似有折叠记忆 加上倾斜双尾翼 外观还有隐形战机的特征 有可能就是解放军最新逆踪尖三五 而右边停的另一架研判长得像尖十五 殲三十五的海队空作战能力强 可以同现时主要栏作战斗机 殲十五搭配执行任务 发挥最大战斗力 尖三五和尖十五高低搭配 有望成为福建舰主力 因此共军各种操演和宣传片 兼十五频频现身 所谓崭新航机包括台海和太平洋 当然还有争议不断的南海水域 CNN菲律宾记者跟着飞国海防 来到二月中才爆发雷射光冲突的仁爱礁 简讯刚到患大陆海警 无线电警告 中国大陆南海扩张野心 一次惹到好几个东南亚国家 正因为南海问题和北京闹江 菲律宾与美国战略关系更加紧密 同意根据加强国防合作协议 多提供美军四个驻军基地 其中几个很可能在旅宋岛北部 靠近卡加沿省 卡加沿省长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因为旅宋岛北部离台湾近 美国明显想用冲绳基地南北夹籍 抢占先机和阻共军 then clearly 在反对派眼里 凭什么菲律宾要扯进台海冲突 冒险和大陆交恶 得天独厚的位置 自然卷入美中对立 菲律宾甘不甘愿当一枚棋子 国内就吵个不停 TBS新闻中文报道 中国大陆即将召开两会 这次两会正值中央政府换届 另外还将释放新的政治经济政策讯号 有哪些看点呢 再请慧云带我们讲 中国大陆在本周末还将迎来一个重头戏 就是两会即将要登场了 那么在这一场两会上面呢 可以预期的是中国大陆的国家 主席习近平会预计续任中国国家主席 还有国家军委主席 那么现在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呢 由于他没有当选新一届的中央委员 所以这有可能是他最后一次的政府工作报告 那么改由上任的是这个李强 那么李强过去就一直被视为是 习近平派系里面枝江新军的主要人物 那么其他呢 还有人事变动是重要的 像是有被称为是习近平的大管家的丁薛祥呢 他预计呢会出任的是常务副总理 另外还有银行家中信集团的朱贺心 也预计会接任央行行长 那其他像是人大的委员长 政协主席等等的重要官职 都会在这一场会议上来进行人事任命 那另外要关注到就是这个国安系统的归属问题了 会不会公安部和国安部不会再隶属于国务院 而是改由中央直接的直属领导 另外呢要看到两会当中 是不是会释放出一些拼经济的讯号 因为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正式迈入了 疫后的复苏期 还有就是会不会在两会上面来审议 立法法的修正草案 这就是接下来这个周末的两会要关注的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